平時都蠻男子頭的 這次突然間就去試了三間不同的美甲店 到底我有什麼感受呢? 哪一間我覺得性價比最高呢? 不專業評級呀 我聽說巴提亞 有些地方一整完手甲不夠兩天 東西都花了 很差的 我想都蠻差的 距離上次搞就一個月左右 但其實上次那間 我都有放上Facebook 我也覺得不錯 這間店我今早經過Facebook去預約的 現在進去了 Hello 由於我想做對比 所以現在一跳就跳去第二間Nail Lista 因為Cutie House真的比較普通 這張很簡單的薄毛巾 這下很細心 我沒有包場的 不過當下真的沒有人 兩個美甲師都集中了時間在我裏 我進來就跟她說我希望這次美甲的主題是海洋 所以美甲師就說沒問題 似乎她們都接受挑戰 不過我上次在Cutie House畫的指甲比較厚 而且她們都貼了少許裝飾品 她們花了少許時間清潔之餘 最後那些膠織 她們應該不想死刮我的指甲 所以就用了一些藥水的棉花 濕一濕我的指甲 然後用錫紙包一包 我每一隻手指 就叫我等5分鐘 解開錫紙之後 一剷就可以做完清潔了 現在我就等她們做完清潔的功夫 我覺得她用的力度都頗適中 清理完上次厚厚的指甲油 之後美甲師就開始幫我修剪指甲 又剪又剪又磨 總之就做一個Base出來 然後就開始可以畫畫 這間店都有一些不同眼睫毛 效果可以做買 我也覺得指甲這行 其實是藝術創作來的 在巴亭亞有一間很大美甲的藝術學校 去教人怎樣去做美甲的 其實我也覺得很想去那裡拍攝一下 我認識學校說那裡只是上學 暫時不歡迎外街客 M.A.X. M.A.X. 一直都頗細心的 她只是幫我拋光 指甲都拋了三次 現在我十隻手指已經接近尾聲了 在尾聲的時候 這個設計師我叫她 有一點意外的就是 都頗細心 她幫我 她知道我們要拍攝 立即給我潤一潤 因為真的很乾 今天整個過程 我覺得 設計師的手勢不錯 而且她的手很軟 要大力的時候 但整個過程完全沒有弄痛我 而且我最欣賞她的細心 就是她把自己的手當作畫板 因為我手上有很多金粉 上面 她是把自己的手 你知道那些指甲油的 裡面的閃粉不是那麼平均的 她就扔了指甲油 扔了自己的手 然後逐粒金粉 幫我拿上來幫我點 變成我過程 其實她就花功夫 用了很長時間 現在總共我用了兩個小時 去做這個效果 這個效果 我都覺得暫時是滿意的 因為她突然間 即是沒有材料 因為我給她一些照片 她盡量去配合 裡面我那個指甲的飾物 但是限於突然間 她們已經盡量將她 整間店舖的材料 盡量去滿足我 那我覺得是 肯試 第一件事 我覺得她們肯試 第二件事 我覺得她們是細心 只是拋光這個部分做了三次 現在付錢 而且這次不是廣告 完全是我們自己付錢的 張先生 稍後麻煩你付錢 還未開估我多少錢之前 不如說說Qt House Qt House 本身在T21 有一間挺大的店 如果經常來巴提亞 又玩過美甲的朋友 可能在T21都試過Qt House 不過疫情之後 因為她們沒什麼生意 所以就轉去其他地方 在北巴提亞的一條路 都近酒店區 我尺寸就小了很多 但是用品和人數 就跟我今天試這間店差不多 我上次都沒有開過難題給她的 只是給她們一張圖 叫她們照根照油指甲 他們就收了我800匹 但是今次這間 我又給難題她 接著她們又要幫我 剷走之前很厚厚的指甲 即那些指甲油 花的時間都比較長 而且整個過程用了兩個小時 他們只不過是收了我 650匹 所以我覺得今次這間店 性價比是非常之高 不如我們又看多一間 今次我選了在巴提亞南 這間MJ美甲店 它遠離旅遊區 也遠離市中心 但是在這一區 就住了很多外國人 當下我去到店 還有一個法國太太在做美甲 今天我就不打算 好像計師 我只需要把上次LeoLista 那個海洋系列 很厚的指甲油 剷走它 然後就換回普通自然的顏色 就可以了 大家猜一下過程是怎樣 剛剛在這一間做完指甲 我自己就覺得 我應該不會再來 第一它遠離市區 遠離我住的地方 第二我覺得它不叫企理 還有跟我弄指甲的女生 手有點黏黏黏 不知為何 洗了手 但是很快 她的手就不知為何黏黏黏 那我就自己覺得 過程不太舒服 也不是很細心的 因為她幫我脫指甲 那時候 整痛了我兩次 那我就去其他 之前我試的指甲店 就沒有試過的 但是它有禮貌的 有線的 清理腳和手 就100匹 即是割100匹 然後 基本的顏色 就250匹 你要做些複雜一點的東西 就由600匹起跳 那我覺得它不是叫便宜 我塗這一隻色 是很普通的色 即是蝦肉色 那它都很細心的 塗了六次 有一次打底 然後有四次就塗那隻蝦肉色 然後最後呢 就加多一層蝦蝦蝦上去 那我覺得 都足的 是的 做足的 那那個技巧都ok的 即是不需要我 好像之前去QD House 那它就讓我覺得它要翻炒 即是整隻要抹角再做 那這裏就沒有這個case 那ok啦 那暫時的結論是這樣 店舖的產品就一般 我之前去過兩間美甲店 起碼都有韓國的指甲油 這裏就全部來自中國 而且如果你選擇一些 比較普通有閃底顏色的指甲油 還要另外價錢 總括來說 無論店舖的整潔度 價錢 以及用料 我覺得第一間Nail Lista 性價比起最高 如果大家在泰國試過一些 正的美甲店 都不妨留言告訴我 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如果大家都喜歡這類題材 又喜歡我今集的分享 就記得給個like支持一下 未訂閱的就快點訂閱 那多些share給朋友 我就更加多謝大家 好啦 下集見